那很多的花友喜欢养绣球花 今天问到我什么季节扦插这合适 怎么个扦插法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 首先关于我们这种商人来说 首先我们肯定是在抽自己业余的时间 一般就是在春天 一般来说就在春夏天 秋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去扦插了 因为马上到了冬天就会冷 扦插出来的小苗子就不挖晒 一般会选择在春天扦插 那绣球有很多种 有木袖球 有这种大花袖球 这种也是能够去木本 也是能够长成木本的 就是说你看我们给它分了一下 这种就叫大花袖球 你比方五金虾万花景 当然有木袖球 木袖球有利叶木袖球 中华木袖球 欧洲木袖球 对吧 当然了中华木袖球还分为那种麻球和斗球 另外大家也都听说过叫圆堆袖球 也就是桥木袖球 还有比方说贝拉安娜等等一系列 袖球的品种有很多 今天是给大家讲的这个叫大花袖球 扦插一般是在春季 而且一般是采取用新针扦插 你如果说用这种木字化的老针去扦插 它存活率不高 一般是在春天的时候 选择顶牙的这种枝条 生命力是最强的 明白了吗 因为它植物有顶端优势 它的生长数都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会采取这种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这种很老的杆子 你看都已经接近木字化的 你去扦插的话 存活率会大大降低 就是尽量用鲜面的枝条 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几百亩的绣球种下来 种了多少年了 种了就八年了 这是一个经验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事 那有话说 老花姨你来个石操吗 那现在这个季节呢 就不去给大家操了 等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操一下 什么叫顶牙呢 就这种顶端 明白了吗 一般我们都是找那种芒牙 就是说 这个生就留着开花了 我们在嵌插的时候呢 都是选择这种没开花的 或者是没有花包的这种顶牙 剪下来 要有挤牙 要长度要高一点 就这种感觉 一般是从这儿剪下来 然后擦上 嗯 现在还有一个就保湿和杀菌了 就你们擦得完 如果有条件的错保可以擦得完 我们这些个 我们现在也不剪也不擦 一般呢就是找这种 枝条比较长一点 找这种了 比方说这个吧 我给你掐一根下来看 一般呢就找这种顶牙 存活率是最高的 明白了吗 基本上一擦就火 找个那种松软透气的土壤 不用很大的杯 就像小酒中这么大的杯 就能擦火它 保湿 如果这个叶片 老师嫌它很大的话呢 就这样尽量保留 更尽可能多的叶脉 把这个叶片给它 这样剪一下 看到吗 就这样斜着剪 一擦就火一擦就火 嘿嘿嘿 说的简单 明年春天给你们上十操吧 冬天你们也别热闹了 明年春天呢 一块再交给大家一些 牵牙的养花知识 点个关注呗 老阿姨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勇用的养花知识 我说老阿姨 养花知识 白了吃吧 没出版 Fish 伍麻知 惊喽 词